都说一年四季,为什么中医说一年有五季?中医的五季和五行究竟是什么关系?在时令的交替和寒暑的变迁中,我们又该遵循什么样的健康法则呢? 北京中药大学教授郝万山,从中医文化的角度为我们说健康,敬请关注第八集,五季养生时间表。 感谢观看 为什么说春午秋冻百病不深? 为什么春天要五月五二?因为阳气刚刚涨了,你遲当的保温不要拖得那么快。 为什么夏季一定要午睡? 夏季午睡是保护人子的阴液,减少死后,保护心脏最好的方法。 秋季是呼吸系统疾病多发的季节,那么有什么预防的好办法吗? 我们要适当地吃一些养肺阴的食物,像鸭梨,像甘蔗,像百合,这些润的食物。 在寒冷的冬季,又该遵循什么样的健康法则呢? 如果你要在冬季过多的出汗的话,就会使你的阳气受到扰动。 这对健康的方法是很重要的。 2008年的夏天,一个美国老朋友的小孙子大学毕业。 这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,他的小孙子想上北京来玩,希望我给他安排个旅馆,找学生带他一起去玩。 那天天气很热,我从机场把他接到北京安排到旅馆以后,这个小孩子叫李超,我说李超,今天太晚了,今天你就好好在旅馆休息。 明天我找学生带你先在北京市里玩玩。 没想到第二天一塌早,李超就给我打电话说,不不,我昨天后半夜开始就发冷发烧,肚子胀,肚子疼,又恶心,又拉肚子。 这是不是中暑了呀? 我一起来就赶紧赶到了旅馆。 我一看,那个空调的遥控器上射到18度。 那个遥控器最低只有18度,如果它要能再低的话,我想它会射得更低。 我一看那个自制楼里放着好几个冰激凌的盒子,一抹李超的脑袋烫烫的,一抹他的脉很快,一看他的舌头布满了白厚而腻的舌态。 我明白啊,这个李超是贪粮,又吃了很多的东西,外感风寒,内伤失智。 于是,我给他开了两副中药,基本是货香正气散的药物组成。 我说呀,你这不是中暑了,你是着凉了,你是吃凉东西,上了脾胃的阳气了,你等着我把药给你煮好了之后,我给你送过来。 快到中午的时候,我把煮好的药给他送到旅馆,顺便带这个体温表,一凉他的体温已经上到39度了。 我说你好好吃药,今天哪儿不能去了。 现在喝完了,到了晚上再喝一回。 因为我给他拿了两副药,四次的。 我说今天呢,没有什么特别情况,我就不过来了,就在旅馆好好休息。 那么第二天的上午,他说伯伯,我去看他,他说伯伯,我昨天烧酒退了。 今天早晨拉了一次,但是比昨天呢,那个水扬变比起来好多了。 那么这就涉及到个夏天我们怎么养生的问题。 那么夏天呢,这个气候这么热,自然界洋气的运动趋向是什么呢? 从五行的角度来说,是什么形主持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呢? 那么我们的古人呢,在这个季节就要观察自然界动植物的生活状况了。 发现那个植物在夏季繁茂的生长。 春天是先长根,后长叶的,只有根长好了,吸足了水,那个叶子才能发出来。 所以到了夏季的时候呢,根基本在春天都长好了,根的生长速度减慢了,主要是地面上的枝条部分和叶子在夏季繁茂的生长。 我们又想到了,在春末夏初的时候,那个自然界的小动物特别活跃,找对象的,雷窝的,成家的。 所以整个大自然是一派欣欣向荣,真正向上的景象。 所以我们的古人看到在夏季,动植物的生长状况就认为是一种上升的,洋气的上升运动,支配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。 那么用什么样的字来代表气的上升运动呢? 当然是用火,因为火性是沿上的呀,所以在五行中的火形不是指的具体的火炎,而是代表洋气的上升运动。 黄金内经说,新者,生之本,神之遍野,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。 说人体的心脏是和夏气相通应的,是和火气相通应的,把心归属于火这个形,因此在夏季,在养生上,我们就要一定注意养心。 黄金内经,四起调陈大论说,夏三月,此位翻秀,天地契交,万物华时。 夏季这三个月,就是从历夏开始,从历夏开始到历秋的前一天,经过了六个节气,一个节气十五天,这就是整整九十天三个月。 这就是所说的夏三月,那么这个时候,此位翻秀,翻是繁殖后代。 秀是什么意思呢?荷类植物抽碎叫秀,花荷类植物开花叫秀,那么草本植物接则叫秀。 你是抽碎也罢,你是开花也罢,你是接则也罢,都要凸出来,都代表着上升的意思。 所以翻秀都是代表上升的意思。 所以夏三月,此为翻秀,是告诉大家,夏季这三个月,阳气的运动是以上升为主。 天地契交,万物华时是什么意思呢? 在夏季的时候,那么天阳之气,蒸腾地面上的水气,使地阴之气上升为云。 然后地阴之气,吸纳天上的云气,然后使它下降为雨。 到了夏季,雨水多了,雨水丰富了,天地之气,处于一个交融的状态,这就叫天地起交。 万物开花了,结果了,这就叫万物华时。 那么人类怎么样顺应夏季的阳气的上升运动来养生呢? 四季条纯大论是这样说的,夜沃早起,无燕于日,使之无目,使华英成秀,使气得谢。 若所爱在外,此夏季之应,阳长之道也,逆之则伤心。 那么为了适应夏季的阳气上升的这个趋势,所以我们人类也要晚睡早起。 不要讨厌外面炎热的气候,更不要讨厌阳光,要多在外面活动。 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注意,使我们的心情尽可能平静,不要发怒。 发怒,怒则气上,那就容易使我们的阳气上升太过头。 本来夏季自然界就是阳气上升的时候,我们虽然要多在室外活动,若所爱在外,但是呢,如果发怒心情不平静的话,阳气上升太过头,这也会导致我们健康受到了影响。 至于使华英成秀,也就是说,我们在春季的很多思想的火花,开拓的思路,在夏季都应该逐渐让它开花结果。 那么这也是在行为上顺应自然界,夏季的阳气上升的一种养生方法。 尤其是在夏天,不要过多的贪粮,要适当的多出一些汗。 因为夏季天气炎热,我们人体代谢旺盛,所以代谢废物也多,因此呢,要多出一些汗,利益阳气的通达,也利益代谢产物的外排。 逆之则伤心,如果违背了夏季的阳生原则,就会损伤新阳,使我们的新阳不足。 对平时新阳不足的人,鼓动无力的人,他会有什么表现呢? 他平时容易手脚偏凉,心慌心跳,比较怕冷。 有的时候会自汗粗,有的时候会胆小。 在夏季阳气旺盛的时候,用一些补新阳的食物和药物,这常常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 那么药物怎么用,那我们就要请教医生了。 那么哪些食物有利于我们新阳的壮大呢? 比方说,干姜,桂皮,我们做菜的时候不是都放这些佐料吗? 蟹白,拂小麦,拂苓,黄芪,红人参等等,都有助于新阳和新气的补充。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,人们创造了越来越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,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新的健康问题。 例如,随着空调冰箱的普及,夏天患空调病和腹系的患者日益增多。 那么在炎炎夏日,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地防暑降温呢? 长期在空调的房间中生活,又给我们健康带来了很大的问题。 那么出现了容易鼻涩,容易打喷嚏,容易咳嗽,容易头昏耳鸣,没劲。 那么对气候不能够适应,又怕冷又怕热。 穿衣服穿多了是热,穿少了冷,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服了。 还有周身关节酸疼,肌肉酸疼。 对于这种情况呢,我们现代的人给它起了个名字,叫空调病,也叫空调综合症。 为了预防空调病的发生,所以我的建议是,尽可能减少开空调的时间。 即使开的话,温度呢,也不要降得过低,不要和室外的温度圈说太大。 而且在早晚的时候,一定要开窗通风,使房间的空气流动起来,尽可能的多在室外活动。 那么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位从美国来的小伙子李超,他为什么在炎热的夏季出现了发冷,发烧,呕吐,拉肚子呢? 就是因为它太贪凉了,把房间的温度调得太低了,而且又吃了很多的冰冷的冰激凌。 在夏季,我们的汗孔都开着,如果你的环境温度太低,就会导致外邪通过汗孔直接侵入体内。 如果你吃的寒冷的东西太多,就会更伤中阳,特别容易导致恶心,呕吐,拉肚子。 所以对李超来说,它根本就不是中暑,它是夏季,贪凉,淫冷导致的外受风寒,内伤,寒湿所引起的。 那么这种情况呢,我们正好是用火箱,正气,散这类的方式来给它治疗。 有一次呢,我在一家药店门口,看着它门口打的一幅广告,这个广告说,火箱正气水,防暑胜药,家庭必备。 其实是对火箱正气功能的误解,火箱正气根本不能治疗中暑。 不过在夏季,人们确实需要预防中暑。 将中暑的重症出现身大热,汗大粗,口大渴。 血压下降,一时淡漠,昏厥,昏迷,甚至发展到四肢抽搐。 那么进一步发展,就可能导致脑水肿,肺水肿,心理衰竭,肾功能衰竭,直到死亡。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中暑。 可见,我们夏季虽然要顺应自然规律,阳我们的阳气的上升。 但是在夏季,阳气最抗盛的时候,尤其是夏季的中午,是一天之中阳气最抗盛的时候。 那么这个时候,一年之中夏季阳气最抗,一天之中中午阳气最抗,这两个阳气叠加起来,那是热最盛的时候。 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就不能再室外活动了。 我们就要回避,暑热邪气,就要回到房间,就要睡午觉。 夏季午睡是保护人体的阴液,减少损耗,保护心脏最好的方法。 国际上有人研究发现,人们在下午一点钟左右,常常出现了一种比较困的生理节律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? 这实际上是,我们人类在自然界的长期进化过程中,为了对抗自然界的暑热,所以到了下午一点钟左右,就让你的精神情绪逐渐宁静下来,让你的阳气内收。 以免引起使我们的阳气过亢,导致我们的阴液损耗过多。 所以我们中午通过10到30分钟的午睡,使我们的体力恢复了,可以使下午工作精力更加充沛。 而且也研究发现,那么不仅夏天午睡,其他季节也要午睡,这样的话还有利于保护心脏。 欧洲地中海周围的这些地区,人们四季都有午睡的习惯,那里的地方的关心病的发病率比其他地方都低。 所以有研究证实,保证午睡可以使关心病的发病率降低30%。 而北美和北欧的人没有午睡,他们没有午睡的习惯,那些国家的关心病的发病率就要高得很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,为了防止中午的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过亢,而适当的午睡是养生的重要方法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日。 炎月的夏天过去之后,天气逐渐转凉,那么在刚到的秋天和寒。 秋天的气候是凉爽的,是干燥的。 这个时候植物怎么样呢? 植物的根须干枯了,枝也干枯了,营养像主干内筑藏,营养像种子和果实内筑藏,果实饱满了,种子成熟了。 动物怎么样呢? 秋天的动物食欲特别好。 你到了野地里,你看秋季的野兔,一个一个吃得肥肃大耳,那是四季中最壮实的时候。 你到动物园看那个熊,到了秋季,狗熊的食欲很好,吃得最胖。 为什么? 它们提起脂肪,准备过冬了。 我们的古人观察到秋季动物植物的这样的生活状况,就认为在这个季节是阳气的内收运动,支配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。 那么用一个什么样的字来代表阳气的内收运动呢? 用了金属的金,因为金属密度大,质量重,它象征着收敛,象征着密集。 那么我们人体哪一个藏气和自然界的秋季相通应,那就是肥。 《黄金内经》素问六节藏相论说,肥者气之本,同于秋气。 《黄金内经》说肥是气之本,为什么说它通于秋气呢? 因为肥的主要生理功能是把自然界的氧气、氢气吸收入体内。 所以它的运动趋向和金气的运动趋向,内收的运动趋向是一致的,所以说它通于秋气。 秋气怎么样养生? 素问四气调陈大论说,秋三月,此为荣平,天气以及地气已明。 那么秋气是从历秋开始,一直到历冬的前一天,也是经历了六个节气,三个月九十天。 那么这个时候,自然界的气的运动状况是怎么样呢? 此为荣平,荣就是收纳,收容,收缩。 平呢,和夏季的阳气兴旺上升相比较,它现在平静了,宁定了。 所以荣平这两个字是两个动词,描述自然界的阳气在秋季的时候是收纳的,是平静的。 这个时候,天气已急,是说自然界秋风凉爽,地气已明,地面的庄界都收割了,树叶都落了,露出了一派的黄土。 在这个时候,应当怎么养生呢? 四七条神大论说,早卧早起,雨机聚兴,使至安宁,已缓秋行,收敛神气使秋气平,无外旗帜使肺气轻,此秋气之应,养收之倒影,立之则伤肺。 这个时候,人们应当早些睡,晚点起,因为多睡觉,立于阳气的内收。 早到什么时候,雨机举行,机上架了,我们就开始睡觉,机出窝了,可以活动了,我们就可以开始活动。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,睡的时间太长了,因为古人没有光照,所以他要求秋天要多睡一些,我们今天适当的比春季,比夏季要多睡一些,增加睡眠,立于我们阳气的内收。 那么,使至安宁,收敛神气和无外旗帜,都是从思想上,从行为上,都是我们阳,阳气的内收。 要控制情绪,不急不躁,平静淡定,不要像在春天那样,展发书屑,也不要像夏季那样兴奋,就像植物的叶子,天气已经凉爽了。 你如果这个时候还要生根,还要发芽,肯定会被冻伤,所以只有这样,才能够使肺气保持通畅。 这是顺应秋季的养生的原则。 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,就会伤肺气,所以四季调神大论说,逆之则伤肺,确实是到了秋季的时候,我们发现呼吸系统的病确实多了。 尤其是秋季出现干燥的咳嗽,肺阴虚的干燥的咳嗽,干渴乌痰,咽喉起来没完没了。 所以这个时候,我们要适当地吃一些养肺阴的食物,像鸭梨,像甘蔗,像百合,这些润的食物,就有利于我们润废气。 这里的药是同应的东西,像麦冬,玉竹,蝴椒,天花粉,冬虫夏草,在这个季节都适合我们润肺养阴,都适合在秋季使用。 我们大家都知道,老百姓有这样的话,叫做春午秋冬,百病不生。 为什么春天要五为五?因为阳气刚刚展发。 你适当的保温,不要拖得那么快,利于阳气的壮大,利于阳气的展发。 你如果过早的脱了衣服,气温还低,阳气还没展发出来,你这么一动,阳气就展发不动了,这就像小苗刚刚露头,来了一次寒流。 这不就影响小苗的生长吗? 为什么要秋冬呢? 郝万山教授认为,秋季稍冻一动,利于汗孔的收缩和阳气的内收。 那么到了冬季,阳气的运动趋向是什么?属于什么型?我们又该怎样养生呢?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文。 一个默默无闻的边缘小国,如何成为春秋五霸之一? 一夜急白头的吴子居,兵爵鼻祖孙子,忍辱负重的范礼,谋略超群的文种。 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,在吴国兴衰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? 百家讲韩近期推出系列节目,春秋五国风云日,尽请关注。 这个时候,动植物的活动状况怎么样呢? 那个种子埋在土里,是不能生根发芽的。 那个冬眠的动物,在山洞里,在树洞里,也是不能露头的。 你说,我就不信这个鞋,我树木的小又芽,我就要露头,露头就会被冻死。 所以我们的古人观察到在冬季动植物的这样的生长状况,就认为在这个季节,是气的潜藏运动,下降运动支配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。 于是用一个水字,代表阳气的潜藏和下降运动。 因为水性是旧下的,水往低处流,人往高处走,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。 那么在人体的五脏中,哪个脏气和冬气相应,和水气相应呢? 那就是肾脏。 皇帝内经说,肾折主折,折就是潜藏的意思,封藏之本,经之处也,通与冬气。 说肾是主藏经的,因为它的功能是主藏经,所以它和冬气的,阳气的潜藏运动趋向是一致的。 冬气怎么养生? 皇帝内经《四气调神大论》是这样说的,说冬三月此为避藏,水冰地彻,污染湖阳。 冬三月,所以从立冬开始到立春的前一天,仍然是六个节气。 三个月九十天,这个时候水都冻冰了,大地都冻裂了。 对于养生来说,人的阳气潜藏在体内,这个时候你千万别扰动阳气。 那么人生活起居,应当把握什么原则呢? 早卧晚起,必带日光。 那么更早些睡,更晚些起,一定要等太阳出来之后再起床。 使智若浮若腻,若有思义,若极有德,去寒就温,无懈皮肤,使气齐夺,此冬气之应,养藏之道也。 使自己的思想,情绪平静内敛。 在内心中找到一种非常愉快的,非常宁静的这种感觉,就好像自己得了多少奖金一样,那么高兴。 但这种高兴,不要对别人说。 同时要注意,躲避寒气,趋向温暖,不要过多的出汗,这叫无泻皮肤。 如果你要在冬季过多的出汗的话,就会使你的阳气受到扰动,使阳气得到外泻。 这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。 有一次我在门诊,来一个女病人,三十来岁,那已经是天气很热了,大家都穿一件单衣,可是她还穿着一个厚厚的保暖衣,外面还穿着个夹衣。 一摸她身上潮潮的,那么还有着汗。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? 她说我特别的怕冷,所以必须穿这么厚的衣服,又怕冷又怕风。 而且穿上这么多的衣服就冒汗。 我说你怎么引起的? 别提了。 去年冬天,我的肌肉觉得紧,然后关节有些疼。 有一个地方,它有一个汗蒸,然后说你这个最适合汗蒸了。 然后我就在那里连续蒸了两周,每天一次,每次都要冒大汗。 没想到这两周蒸完了之后,不仅关节疼痛,肌肉拘紧, 没有好,反而出现了自汗不止,怕风怕冷。 所以现在天气已经这么热了,我仍然是怕风怕冷,不敢脱衣服。 这就是因为在冬季的时候,阳气本来是潜藏的,应当潜藏的。 结果它用汗蒸的方法,天天出汗,出了两周。 这就导致了阳气大伤,阳气不能固表,于是就出现了西医所说的植物神经功能失调, 中医所说的阳气不能固表的症状。 我们用温阳的,益气的固表的方法,足足给它治疗两个月,症状才逐渐逐渐缓解。 所以《黄帝内经》所说的,到了冬季不能多出汗,不能扰动阳气的这个养生法则,我们一定要遵照。 那么在春季,我们要养阳气的展发疏泄,在夏季,我们要养阳气的上升,这就叫春夏养阳。 因为阳气的展发疏泄和阳气的上升,这是阳气的阳性运动。 在秋季养阳气的内收,在冬季养阳气的浅降,这是气的阴性运动。 这就叫秋冬阳阴。 所以《黄帝内经》所说的春夏养阳,秋冬阳阴,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。 当然,后世的医生对春夏养阳,秋冬阳阴做了很多的发挥,那也都是对临床,对养生保健有作用的。 中看的是百家养阳阳阳。 我们常说一年四季,但是中医却说一年有五季,除了春夏秋冬之外,还有一个长夏。 那么究竟什么是长夏?它和夏天到底是什么关系? 为什么在长夏期间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护我们的脾胃呢? 随着天空的斗转星移,随着季节的更替,地面上的植物出现了生长收藏的生命节律。 可是人们又想到一个问题,春季阳气是展发输卸的,夏季阳气是上升的,这是气的阳性运动。 而秋季阳气是内收的,冬季阳气是浅降的,这是气的阴性运动。 那么阳气由阳性运动转为阴性运动的时候,中间应当有一个相对的平稳。 就像我们扔一个球,扔到最高点的时候,它开始往下降,在那一刹那,它有个停顿。 所以自然界的阳气运动也应当有这样的规律。 于是《黄内经》就把夏季的最后十八天叫做长夏。 那么这个时候,暑热未退,阴雨连绵,地面上湿热交争。 我们人是什么感受呢?天气非常闷热。 这就是我们北京人所说的桑拿天。 我们感觉不到像春天那么温暖,像夏天那么火热,像秋天那么清爽,像冬天那么凛冽,闷闷的。 这个时候自然界的植物在干什么呢?已经开花,已经结果,果实正在逐渐壮大。 动物在干什么呢?动物已经怀孕,胎儿正在逐渐长大,都是化育下一代的过程。 所以整个自然界的洋气,上升运动和下降运动向均衡,展发运动和内收运动向均衡。 于是《黄内内经》就把这种相对平稳的气的运动,用一个土字来代表。 因为自然界的土壤没有外力的作用的话,你看不到它的运动。 所以在五行中,土是代表气的升和降相均衡,内收和展放相均衡,这就有了五行。 那么在这个季节,自然界,湿热交互,气机平和。 那么人体的哪个脏气和这个季节的气的运动相通应,相对应呢?就是我们的脾胃。 我们的胃吃完饮食物之后,饮食物要从胃到肠逐渐下行,这叫胃气的降浊。 我们相化道的饮食物的营养呢,通过脾吸收以后,要向上输送到心肺,通过心肺的血液循环,再布散周身,这叫脾的生倾。 一个降,一个升,它们两个相均衡,保持了我们脾胃功能的协调和稳定。 而且在肠下这段时间,它有多少天呢?只有18天。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? 天气是闷热的,我们也特别容易得消化系统的毛病。 所以在夏末秋初的这段时间,各种呕吐的,拉肚子的,急性胃畅炎,慢性胃畅炎发病率明显上升。 所以这个时候,保护脾胃,饮食清淡,少吃生冷,这是我们养生的重要原则。 可是人们后来有研究发现,当春季阳气的展发输泻变成夏季阳气上升的时候,中间也有一个平稳的过渡。 当秋季阳气的内收,转成冬季阳气的浅降的时候,中间也有18天的平稳过渡。 当冬季阳气的浅降运动,转为第二年春季阳气展发输泻运动的时候,中间也有18天的平稳过渡。 于是,就有人说了一句话,叫做土旺四季,那么这个季呢,不是指的季节的季,而是指的孟重季的季,比方说春天,孟春是早春,重春是春季的中间阶段,季春呢,是春季的最后那个阶段。 所谓土旺四季是指的什么呢? 是季春,季夏,季秋,季冬,就是四个季节的最后18天,都是土气旺盛的时候。 四个18天加起来正好是72天,所以土气主管的时间是72天,那么其他四个季节,木,火,金,水,主管的时间也是72天,合起来是五个72天, 正好是三百六十天,三百六十天就是陡历,也叫星历的一年。 《黄帝内经》素问有一篇文章叫《天元记大论》,他说武器运行各中期日。 素问的另外一篇文章叫《气交变大论》,他说武运更至上映天期。 这个天期就是有时间的,那么各是多少时间呢?我们现在就有了答案。 五星分类中的春夏、长夏、秋冬五个季节。 风热、湿躁寒,五种气候的变化。 生长、化、收藏、生长、壮老已、动植物的生命的节律。 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?我们下次再讲。 五行之间是怎样相生相克的? 比相生而兼相胜也。 五行生克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帮助? 在中医学里,常常用五行的关系来指导我们制定某些疾病的治疗的策略。 青翅黄白黑,五色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? 某一种特定的颜色,大面积渲染以后,使人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和生理反应。 民间盛行五色入五脏的说法,那么红色的食物真的能补心吗? 白色的食物真的能补肺吗? 黑色的食物真的能补肾吗? 北京中药大学教授郝万山,从中医文化的角度为我们说健康。 敬请关注第九集,五个健康密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